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直播学习 2022年筑快考试快递科目的基础进阶班 用到的书叫打好基础 你看咱那个书的名字叫打好基础 那我同学就有一个疑问 说老师学快递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基础内容都背下来呢 我如果对于一些基础支持我不会 我能通过筑快考试吗 在这我要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基础这个基础代表的是什么 你比如说固定资产的原值 账命余额账命价值 这些东西你不会 这叫基础你必须得会 借贷你不会 这东西你必须得会 你说这东西都不会你学个六啊 对吧 筑快考试啊各位啊 所以这个基础代表的是什么 是纯快递理论知识 借贷啊资产负债啊这东西 剩余的这些呢 我一直上课秉承着一个原则 就不要去背 是吧 你看看这书多厚 你手里有这么厚的书你都靠背 哎 你脑容量有那么多吧 对不对 咱不吹牛 说我能不能背下来 我也背不下来呀 对吧 这么厚的书我能背下来呀 不可能的 但是讲课是什么呀 我有讲义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我已经理解它了 我已经掌握它的原理了 那么照着讲义 我给大家去讲 并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把这事说清楚了 让大家能够把快的语言 转换成生活当中的常识语言 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那说要不要背呢 快的呀 原理为王 我正所谓知原理 懂原理 用原理嘛 你原理不会 你靠背 你吹吧 你谁能找出来 把这一本书背下来的 吹点啥不好 对吧 所以咱们还是得懂原理 说你得把这个给我背下来 各位同学咱背不下来 清晰的认知自己 所以我为什么要让大家做题呀 各位就是通过做题 去强化对知识点的吸收和掌握 一个新的知识点来了之后 有个过程 通过听 先知道这事怎么回事 然后做 知道了我做错了坑在哪里 总结 这样的话不断的去循环 这才是学筑快的王道 来吧 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与合营安排 我们今天要把第六章给它杀清 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三节 企业合并方式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上节呢我们开个头 说企业合并方式形成长期股权投资 有两种方式 第一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第二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而同控和非同控如何进行区分 我们说同一控制 是指合并前和合并后 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的最终控制企业该控制 并非是暂时性的 那非同控 非同控就是非关联方之间 不是同控的 那它就是非同控的 考试要求大家进行判断 如何进行判断 在一个集团内部的大概率是同控咯 对吧 那不是集团的 告诉你说假个椅是非关联方关系 那就是非同控咯 所以首先我们以往年度考题啊 这两年没什么好 以往年度经常让你 首先你给我判断 是同控还是非同控 所有理由 这个理由不用你说 直接复制粘贴 我们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看一下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非同控包括两类 第一类 嘎杯 一下我就控制你了 我一下买了你的控制权 第二个呢 是通过多次交换交易 我一点点买 一点点买 直到控制你 我们首先来讲 直接通过一次交换交易 实现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那么昨天呢 我们上课说过了 非同控它是基于市场购买 人家这个股权 它的公允价是多少 我就按照公允价去付就行了 人值八百万 我给八块钱 人肯定不卖 所以它是市场购买行为 基于此我们说 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它是市场购买 换句话说 你付出对价 它的公允价是多少 那么原则上 你的长期股权投资 入账金额就应当是多少 那么在这里 大家注意 我付出的对价可能是现金 也可能是非现金资产 包括我可以承担债务 以及发行权益性证券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式 最后你记住 我长期股权投资 入账金额就是付出对价的公寓 付出资产这个好理解 那说承担债务 这是什么意思呢 来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看一下 说假 现在想取得已公司 80%的股权 A原来持有已公司 80%的股权 现在是这样 说A有一笔负债 价值 比如说他欠丁公司5000万 说这已公司股权 正好它的公允价也是5000万 那这个时候假就跟A说 老A 你把已公司股权给我 我替你去还丁公司的负债 我替你还了 这叫什么 这叫承担债务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假这边没钱 我这边没钱怎么办 我发行股票 这也是募集资金 我发行在这 这也是募集资金 所以这两种 其实都是承担债务 而我们这里主要说的是 他替A公司去还钱 这叫承担债务 所以也是按供允价 来进行计量的 那么会计费入 应该是借长期股权投资 这也是你付出对价的公允 代资产的公允 负债的公允 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 那么对于资产的公允 如果你付出的 比如说是什么存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那就相当于 是把这个资产给它处置了 对于存货来说 我们要确认收入 并节准成本 对于固定和无形资产来说 我们要确认资产处置损益 而这个资产处置水是啥 是你这项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 它账面价值 与其公允价值的差别 好 那大家可能感觉啊 这个跟我们 非企业和并方式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差不多啊 是 差不多 但有差别 差别在哪 在你为了取得这项长期股权投资 发生的直接相关费用 我们说 你为了取得这项股权投资 发生的什么 律师费 审计费 评估费 资讯费 这叫什么 这叫各种费费 我经常说 这叫星星他妈 费费 这种费费 记住 进行管理费用 它不构成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而我们之前讲非企业和并方式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你支付的这些交易费进哪了 进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了 所以这两者要注意区分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发行权益性证券 你为了发股票支付的佣金和手续费 我讲过1828次了 今天是1829次 发行权益性证券 你支付的佣金 手续费 我不管你干什么 都是去给我充减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 它跟你长期股权投资的 入上金额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说清楚了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举个例子 说假 想取得乙公司 60%有表决权股份 A 原来持有乙公司 60%有表决权股份 现在呢 是假向A 去支付对价 啥叫支付对价 给钱 给物 给各项资产 他去支付对价 以取得A 所持有乙公司 60%的股权 假A 在此次交易前 没有关联方关系 所以这叫 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好了 假设啊 这个乙公司 他可辨认 净资产 是一个一 那假 像A 例如他支付的对价 是6600万 取得A 所持有乙公司 60%的股权 那我之前说过了 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代表什么 代表着你对被投资 搭配净资产的所有权 他的可辨认净资产 公价是一个亿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你支付的对价 与你所享有的被购买方 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的份额有差 这差个是600万 各位 这600万是啥 你买人家不可辨认的商誉 换句话说 乙公司的商誉 没有包括在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当中 所以你多花的钱 相当于是买人家的商誉 所以各位同学 要求大家 会计算合并商誉 我之前说过了 商誉一般在个别报表当中是不体现的 它是在合并报表中能够体现 所以我在购买的价款当中 包括了买人家不可辨认商誉 你不用单独计量 你就把它给我放到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当中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么对于非同控的企业合并 你有可能会有商誉 我再说一遍 对于非同控的企业合并 你有可能会有商誉 待到一会儿我们讲同控的时候 它有没有哪另一码事 所以你记住了 从我们以往年度驻快考试考题当中 只要是非同控90%以上都是有合并商誉的 因为一旦涉及到控制 就跟后边的27章合并财务本结合了 所以在编合并抵消分路的时候 是要有商誉的 所以这块要求大家要会计算 我说清楚了吧 要求大家要会计算 OK 好 那刚才我说了 你为了企业合并发生的这些肺肺门 进哪儿了 进哪儿了 进国力费用了 那说这个为什么不记录到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呢 各位 这个阶段你不能理解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不用管它 你把它给我背下来 老师你刚说完不用背 你等学完27章 我让你背 你都得打我 是吧 你都得打我 现在你先把它记下来 如果你把这项交易费用 记录到了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了 带到你边合并报表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变成商誉了 但它是商誉吗 它不是 说我多支付点审计费 那个乙公司的商誉就会增加 很显然 它不是交易的本质 它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 咱们直接让它去影响当期随意 把它给我记录到 我立费用当中 各位 我们现在讲的是非同控 带到以后我们讲 同控 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也把为了企业合并发生的这些交易费用 记录到国立费用当中 OK 好 再来说说 支付的发行费 各位 我这里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你是发股票 这叫全疫情证券 发股票的发行费 是充减资本公积股股票以下的 但如果你要是发债券呢 这个我们讲金融负债讲过 对吧 发负债 发债券 那个交易费用是要记录到负债的 初始确认金额当中 回忆回忆 如果你是折价发行 那就增加折价 如果你是溢价发行 那就充减溢价 都是把它体现在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当中 OK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各位同学 我们基本上啊 把这一本教材 所涉及到的交易费用 都说差不多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做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非常非常好 这个总结能够让你在考场上至少得二分 你看看至少得二分 所以各位同学准备好你的笔 把这个总结就写在书的九十九页 旁边有空白 咱就写在这啊 来看一看 我们这本教材 涉及到的交易费用 注意交易费用 首先第一 长期股权投资 你为了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支付的这些什么审计费 评估费 律师费 这些肺肺们来看好了 你得分呢 如果你是企业合并方式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进哪啊 刚讲过 别管是同控还是非同控 都给我进管理费用 原因已经解释 不再追溯 如果你是非企业合并方式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呢 它构成了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 投资成本 把它进到长头里边 好 这是长头 这样搞定了 再来看第二个 如果你取得的是交易性 金融资产 亦或是交易性 金融负债 那你支付的这个交易费用 进哪 它比较特殊 把它记录到投资收益的借方 不管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还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把它进到投资收益的借方 再来看第三 我们还有可能会取得债权投资 以及其他债权投资 亦或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这些交易费用都进哪呢 各位记录到它的初始成本当中了 记录到它的初始投资成本当中了 对吧 再来看第四 如果你是发行股票 我要是发股票支付的一个交易费用 怎么办 我们是要充减 资本攻击 五本溢价的 你有没有写啊 有没有跟上啊 各位同学 你会发现刘老师写字都比你快 对吧 你有没有跟上啊 同学们啊 是不是 来继续 如果你发行的不是股票 你发行基础工具 比如说我发一个优先股 或者是有益债 但我把它分类为权益了 注意 这叫发行 其他权益工具 主要这可没有投资 这俩这啊 发行其他权益工具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可转债 你那个里边是要确认一个 其他权益工具 那怎么办 充 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权益工具 他的账面 去充就行了 去充就行了 再来第六 如果你发行债券 那这个债券我得分一分 你是一般债券呢 还是可转债呢 如果是一般公司债券 我们说你要把发行费用 记录到负债的初始券 经文当中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要看一看 如果你是折价发行 那就增加折价 如果你是溢价发行 那就充减溢价 用到的会计科目 都叫利息调整 那再说可转债 如果你发的是可转债 那么首先这里包括什么 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 负债成分比照一般公司债券 权益成分比照其他权益工具 好了 各位同学怎么样 一共我们这本教材当中 大体上涉及到的发行费 交易费 就这些了 这六项 你把这六项给我记住了 考试至少二分 因为有的时候在主观题当中 它重复的会出现 所以一定要把它给我记住了 各位同学 记下来了吗 记下来了 好记下来就好 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一下 对应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形成长期股权投资 所对应的会计处理 首先第一个 如果我是拿一批存货 作为对价 取得了某公司的控制权 非同控 这个时候 各位 我给你写上 说假 取得已公司80% 有表局权股份 讲是能够控制融资 他把他的一批存货 向A进行支付 A原来持有已公司80%股权 各位 我们现在讲的是长期股权投资 对吧 待到我们学收入的时候 那个时候相当于是假 把存货给卖了 卖给谁 卖给A A要给钱 但A给的不是钱 给的是已公司80%的股权 这叫什么 各位 这叫什么 这可不是什么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他不执行那个准则 别瞎说 这个叫非现金对价 所以各位 你看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他的入账金额 不是付出对价的供运 而是你这项股权投资 本身的供运价值 而你确认的收入 也不是这批存货的供运 而是你股权的供运价值 当然有增值是要把肖像放里边 那长期股权投资市里边也有肖像 同时呢 要把存货的账命价值 截转到主营业务成本当中 这块带到我们讲收入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我们在确认收入这个点的时候 你取得的叫 非现金对价 我们应该是按照非现金对价的供运价值 来确定交易价格 满足收入确认条件时 再来确认收入 所以这块先简单了解 等我讲收入的时候 我还会再说 好 再来固定资产 那这就比较简单了 对吧 固定资产相当于把固定资产给卖了嘛 来 卖固定资产 借固定资产清理借累计之就借固定资产 简直准备带固定资产 先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截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如果把它给卖了 各位 借方是啥 是不是银行存款呢 那就借银行存款带固定资产清理 这是它的供运价了 带增值税肖像 对吧 这个增值税的肖像含 供运价 这俩构成银行存款 但是它现在给的是钱吗 它不是 给的是什么 某公司的控制权 所以我借方就不是银行存款了 而是长期股权投资 最后 说这项固定资产会有个处置随意 因为你是出售 所以最后的处置随意 记录到的是资产 处置随意 那就是这项固定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的差 所以这个思路 大家要明确 思路大家要明确 无形资产到底是一样的呀 我现在把无形资产给它处置了 卖了 来借什么 一样 借银行存款 然后把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给我冲掉 借累计抬销 借无形资产 简直准备贷无形资产 有证实就写 没有拉倒 咱诸葛考试一般不写证实需要 考试一般没有 但如果有你得写 所以你银行存款是含蓄的 那么你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有差 这差进哪 资产处置随意 但是他现在给的是钱吗 不是 给的是某公司的股权 对吧 所以那我就把银行存款 替换成长期股权投资 不就这点事吗 对吧 再来发股票 发股票 我要募集资金来 这个是啥 银行存款呗 对吧 要发股票借银行存款 这是你增发普通股的供应价 带股本 带资本机 股本一价 你向券商支付的佣金手维费 那就借资本机 股本一价 带银行存款 但他现在给的是钱吗 不是 给的是某公司的控制权 所以他就不是银行存款 而是长期股权投资 而是长期股权投资 我说清楚了吗 各位同学 再来 这一趴 我现在支付的对价是什么 可能是拿我的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 拿这些投资作为对价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 想取得已公司80%的股权 A 原来持有已公司80%的股权 假 现在向A 去支付对价 以取得A所持有已公司80%股权 假可以给钱 假可以给物 对吧 那他当然也可以把假公司 对别的公司的投资 给到A公司 比如说假现在对B公司有投资 他可能做债权投资 可能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可能是其他债权投资 还可能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我现在假就把对B公司的投资 给A 拿B公司作为对价 给你A 取得A所持有已公司80%的股权 还是那个道理 就相当于你把这些公允价值计量 包括太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给他出支了 好 我们看一下 如果出支的话 借方是啥 是银行存款 那是借银行存款 带什么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如果 看好了 我给你劝 如果不是圈里边的这个 你的债权投资 你的其他债权投资 你的交易性 金融资产的账面 和供应有差 走啥 走投资收益 对吧 如果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呢 走的是流水收益 做完了吗 没 麻麻烦烦的 是吧 来 画俩三角 这俩 如果你支付的对价 是其他债权投资 你别忘了 他心目是供应价值计量的 供应价值变动 进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 你要把原来 进其他综合收益的 进行转出来 转哪去 转投资收益 这是三角 来 这个画圈 如果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呢 同样 期末也是按供应价值计量 供应价值变动 进其他综合收益 那你现在要把它给卖了 各位 原进其他综合收益的 转哪去 转到流存收益当中 所以你看这思路是不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回他给的不是钱 给的是某公司的控制权 所以那就不能是银行存款 而是长期股权投资 我说清楚了吧 好 糊涂了 刚才我飘了一眼 有一位同学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发现他问的这个问题 可能是普遍性的 但也可能是他自己基础知识不够扎实 我现在想问大家个问题 我把我的一批存货卖了 各位 那叫收入 它是日常活动 我把我的固定资产给 或无形资产给卖了 它是收入吗 它不是啊 它是非日常啊 所以它不是收入 那它执行收入准则吗 它不执行了 所以只有存货这个比较特殊 它执行的是收入准则 所以刚才有个同学问的这个问题 我瞄到了 你一定要注意基础啊 基础啊 各位同学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会计分录 都帮助大家进行个总结 包括刚才我说存货的这一块 下边这里也有信号的解释啊 接下来我们找个题练一点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2-26 6-26 江思和乙公司均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且双方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22年1月1日 江思以30辆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大货车 作为对价 却预得乙公司持有A公司60%的股权 现在是甲对A持股60% 原来乙对A持股60% 现在呢是甲向乙去支付对价 给什么不给钱 给什么 给大货车 给30辆大货车 就固定资产核算 说当日A公司可变成净资产账面是800 与供应相同 30辆大货车原值750 折就100 没有提减值 公允是500 增值税税率13% 来来来 增值税税率13% 给你增值税了啊 那么甲公司令银行存款支付 评估审计费10万 不考虑其他技术 问你甲公司取得A公司股权的路上金额 首先它题目当中告诉你什么 能够控制A公司 对吧 脑海当中第一个反应先反应什么 第一个反应先反应什么 能够控制了 那我得看看 是同控还是非同控 因为这个题我放在了非同控下边 你自然而然反应的是非同控 但是你得会判断 上来告诉你什么 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所以各位 第一步 非同控 好 如果我知道的是非同控 那么接下来第二步呢 我长期股权投资 入了金额怎么确定 付出对价的公益 你付出对价 有啊 公益是500 但是题目明明告诉你是一般大税人 对不对 所以增值税要考虑到其中 那就是500 加上500的13% 那500 加上500的13% 这里还有10万的交易费用呢 你为了企业合并支付的交易费用 进哪 国力费用 所以它不构成我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那么算下来应该是565万 所以本题正确答案是A选项 各位同学 刚才我在讲题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了很多人已经选出来了 选A 我要批评这些人 为什么 各位 我刚才给你讲题是有思考过程的 很多同学说我不会做题 没有思路 那你连思考过程你都不听吗 这个题很简单 你会了 稍微有点难度的题 你能立即选择出来吗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炫意识 没有用 所以一定要认真听我给你讲题的过程 第一步干什么 你还能记得吗 控制了 找是同控还是非同控 如果认定它是非同控 那就找公益价 对吧 所以你得按照这个过程 一步一步的往下去做 快递分录 我也给大家写出来了 大家自己刻后可以看一看 这里有个延伸 延伸是什么 延伸就是算一算合并伤率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合并商业怎么算 拿你的合并成本 你这个五六五就是合并成本 减被购买方 为什么叫购买方呢 因为是非同控 等于我们讲同控的时候 就是被合并方 那个不一样 你注意听我这个话怎么说 减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供应价值的风格 一减完是85万 所以这85万就是合并商业 要会计算的 听明白了吗 要会计算的 各位同学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 是嘎巴一下就控制 对不对 那我说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一点点来哟 一点点一点点的去取得你的控制权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 是企业通过多次交易交易 分布实现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因为通过多次交易 因为通过多次交易有可能是为了达成一项商业目的 什么意思 听好了 我先给你铺垫一下 说甲现在想取得以公司80%的股权 A原来持有以公司80%的股权 现在是不是甲向A去支付对价 这个甲呀 就是都比脸都干净 就没那么多钱 所以呢 各位 他怎么办 他分欺负啊 你看这玩意也可以分欺负 说这样 老A 我呢 比如说这是1000万 我分三次给你 我第一次先给你300 第二次我给你500 第三次我再给你200 可不可以也可以 但是假如我给你钱了 你一点股权都不转让给我 这事说不过去 这事说不过去 我给你300 你先转让给我点 A呢 就把对以公司比如说10%的股权 转让给了甲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问题啊 如果80%股权值1000万 那你说10%的股权是值300万吗 很显然它不是 所以这俩不是对应关系 这叫什么 这叫一向取得控制权的交易 我们把它称之叫一览子交易 后边我们会讲 而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 不是 我不是为了一下就取得你的控制权 我就先买点看一看 哎呦不错我再买 明白这意思了吗 哎呦不错我再买 那么这里有两种情况 第一 你原来本身就是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的 第二 你原来不是长期股权投资 你对它没有重大影响 你是公共与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所以这里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说 首先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来举个例子啊 跟上 说假对乙计进行投资 占其有表决权股份的10% 哎 假公司对乙公司就有重大影响 那这应该是长期股权投资 后续采用权益法核算 对不对 来 说初始投资3000万 入账金额也是3000万 金额 因为乙公司啊 他折腾嘛 他净资产在变 我假公司因为是权益法核算 各位权益法核算干什么 盯着 我就盯着谁在这里打资 我就盯着 谁打资我就骂谁 哎 这不就是盯着吗 只要乙公司的金融资产发生增减变动 我这边长期股权投资 是不是就要跟着增减变动呢 对的 乙公司赚钱了 哎 那我这边按持股比例增加了500万 乙公司分红了 我按照持股比例减少了100万 乙公司其他中的收益 那边增加了 我按照持股比例增加200万 乙公司除了净水 以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 被动 我这边按持股比例增加300万 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算一算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账面余额是多少 应该是3900万 那么现在我假公司对乙公司这30%股权 它的账面余额是3900万 哎呦 乙公司这么好啊 不错呦 又买了30% 现在合体达到60% 奖公司能够控制乙公司 那说从谁那买的呢 从集团外部 从非关联方那买的 反正 他不是从自己内部买的 所以各位 我们首先判断 你既然能够控制了 我既然我要判断什么 你同控非同控啊 我说从集团外部买的对吧 所以是叫非同控 非同一控制下企核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好 如果是非同控 那我先看一看 这30%股权我花多少钱呢 例如这30%股权 我支付的对价是4000万 我就花4000万 我又买了30% 好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达到控制了 你达到控制 后续应该是从本法核算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你的这项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入账金额是多少 你原来叫什么 你原来叫长头 你现在叫什么 你现在也叫长头 历史伎两属性 别给我瞎折腾 所以在个别报表中 听好了 就是原投资的账面 加上新增投资的公寓 你原投资账面多少钱呢 3900吗 而你新增投资公寓多少 4000吗 所以这项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金额 在个别报表上 就是7900万 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了吗 为啥呢 为啥是原投资的账面呢 各位历史成本既长属性 你原来就叫长期股权投资 你现在也叫长期股权投资 我折腾个6啊 记住了吗 所以各位 因为咱们是驻快考试啊 所以我必须得跟大家说清楚 这是在个别报表上 但我们讲27章 我好期待呀 讲27章 我们讲合并报表 那个时候 你可就不是7900了 而且在这里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明一点 你的这7900 只是个别报表上 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金额 而不是你的合并成本 换句话说 因为你是非同控 所以非同控 这里有可能要算商誉的 而这个商誉 切记切记 你是不能以7900 为基础进行计算的 因为它不是你真正的合并成本 它只是我个别报表下 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金额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吧 那你原来权益法核算 这里有俩东西看到了吗 有俩东西啥的 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攻击 怎么办 放那 暂不进行处理 放那放着 那说什么处理呢 有一天 你把这60%股权给我卖了 那个时候 你再把原来的什么 可转水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资本攻击 转到投资收益当中 我说清楚了吧 哎呦天呐 这真的很清楚 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 是不是很清楚啊 所以接下来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看 怎么说 说原来投资是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购买日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 投资成本等于购买日之前所持有的被购买方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加上购买日新增投资成本 那其实就是原投资的账面 加上新增投资的供运 看明白了吗 你原来权益法核算有其他中国收益啊 有资本攻击啊 来 准则告诉你 赞不住处理 说什么时候处理 但处置该投资时 就把这60%股权里卖的时候 与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攻击 采用于被投资代为处置相关资产和负债的基础齐行处理 换句话说 这其他综合收益啊 要么对方能转水益 我就转 要么对方不能转 我就不转 我转流水收益 而资本攻击都可以转水益 各位 这跟我们之前讲权益法核算是一样的 但是 挺好了 逮着你的脑子 我现在在个别报告出不处理 出不处理 不处理 放那放着 知道吧 放那放着 原投资的账面 加上新增投资的公元 大家不要急 后边我们讲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还会预见它 那看分路吧 借长期股权投资 这是成本法 这有那7900 然后代银行重吻 这是第二次那4000 这一趴加了一块是3900 所以借长期股权投资7900 代长期股权投资 咚咚咚咚 3900 是吧 然后代银行重吻是4000 那考试的时候 大家注意 如果它不让你写明细 就这一堆它没有 不让你写明细 你可以编一笔 借长期股权投资4000 代银行重吻4000 要不然的话 你又很怪 你发现了吧 它不让你写明细的 借长期股权投资7900 代长期股权投资3900 代银行重吻4000 疯了呀 玩呢 不写明细就不用管了 直接借长投4000 代银行4000 但如果要让你写明细 踏踏实实的 把这些明细 科目都给我拍上 都给我拍上 说清楚了吧 各位同学 那原理讲解呢 就是因为历史 伎俩属性不能改变 所以不要动它 不要动它 在这里呢 我其实刚才在给大家手写的 过程当中已经说过了 我们企业通过多次交易 分布实现的非同意控制下 企业合并有商誉 那这个商誉怎么算 各位听好了 刚才我就说过了 比在个别报表中 那个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它不是合并成本 所以记住了 把不能俩这给我缺上来 我好像没有给你们 画过这东西 把不能俩这给我缺上 不能以此金而去计算 合并商誉 那我们怎么去算呢 在合并报表见 我希望你能熬到27张合并报表 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这叫大大卷 人家说 这叫文箱 我给初期上课画这东西 人家叫文箱 我说你说对了 刘老师原来在文箱厂工作过 初期学生真信 老师你在文箱厂工作过 我说 哎呀 你们能不能这么可爱 别这么可爱 让我受不了的 来 我们找个题 做一桌 找个题 做一桌 二年一月一日 蒋公司对乙公司的股权投资比例为30% 对乙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账率预格4000万 其中投资成本2500 随意调整1000 其他综合收益300 其他权益变动200 当日 蒋公司用一项专利权作为对价 追加对乙公司投资 当日 专利权作为无形资产合算 原值4000 折旧1200 没有减值 供应价是6000 然后蒋公司投资乙公司之后 占有表决选股份的60% 能够控制乙公司 蒋公司乙公司在交易前 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 各位 首先它能控制了 其次没有关联方关系 这是什么 这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对吧 不对 非同一控制 所以这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如果是非同控 你原来可就叫长期股权投资 对吧 那你现在还叫长期股权投资 对吧 所以这项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入账金额怎么确定 原投资的账面 找在这呢 4000 加上新增投资的供应在这6000 所以这是一个亿 即你的长期股权投资 入账金额应该是一个亿 我假设 我假设 我说一公司在这一天呢 它可辨认净资产的供应价 是1.5个亿 你帮我算一下 我讲次的合并伤益是多少 假设 我再取得30%股权 一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它的供应价是1.5个亿 你帮我算一算 我的合并伤益是多少 能不能算出来 哎呀有同学算出来1000 这么多人算出来 恭喜恭喜恭喜 你们都属于的吧 你们都属于的吧 我跟那个纹箱 我刚挂完 我刚挂完纹箱 我这给插了 我这多鱼 我多鱼 我刚晃了一个纹箱 不能以此金盘接受和弹 Hanım 你告诉你们那 keeps me 都怎么算出来的 可不可怕 吓不吓人 能算出来吗 算不出来 因为你这一个亿不是合并成本 所以你不能以它为基础去计算商誉 这个题能不能算 其实能 但我们没有讲 所以你算不出来 记住了吧 各位来 你把文箱给我画上吧 刚才算出来一千的同学 你们怎么算的 是不是拿一万 减一万五的60% 算出来这是一千的商誉 妈呀出老儿家去了 出老儿家去了 所以把这个文箱给我画上 把这个文箱给我画上 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把文箱给我画上 真正的合并商誉 真正的合并商誉 应该是三千 对有同学说对了 但是怎么讲 咱们等到后边 学习合并财务报表 再说不 来吧 选一选 多少 那就是地选项 地选项 简单讲一下也不讲 不讲 讲完你们就懵了 别讲 每到那时候呢 你们现在的内力 只够花拳秀腿 是吧 还不够能够隔空打牛 所以这学习慢慢来 咱掉掉胃口 等讲合并财务报表再说 下边呢 我也把快递分录 都给大家写出来了 都给大家写出来了 OK 来看第二种情况 我们再举个例子 说甲 对以进行投资 占其有表决权股份的10% 蒋思对公司没有重大影响 如果没有重大影响 各位同学你告诉我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这叫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对吧 如果是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各位 它可以是第三类 快递科目叫交易性 金融资产 当然 我不是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 我是不是可以指定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所以它还可以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爱是啥是啥不重要 最后的结果差不多 好 如果我的初始投资成本是1000万 没有交易费用啊 因为有交易费用就麻烦了 有交易费用这上面是投资 所以这下面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咱假设不考虑交易费用 所以债权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可没有 这是股权投资 同学醒醒 这是股权投资啊 所以只能是这俩 不能是别的 不能是别的 听明白了吗 接下来期末这俩可都是按公允价值计量的 例如到资产负债表日 它的公允价值上升到1200万 哎 这200万得怎么做 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说 这200万走啥 走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而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200万走啥 走其他综合收益 对吧 还能够想起来 我们讲13章 讲金融工具 这些都讲过 所以为啥我先讲13章的原因啊 知道吧 要不然你说你学这东西 你不得骂我吗 是吧 你得给我骂的体悟完肤 所以咱们讲完之后了 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就不难了 好了 接下来 A 持有 以公司50%的股权 或者55%吧都行 55%的股权都行 我现在是甲项A 去支付对价 取得A所持有 以公司 50%的股权 这就50%吧 那么现在合计我达到多少 60%了 合计我已经达到60%了 甲和A没有关联方关系 甲A没有关联方关系 看明白了吗 来 啥控啊 说非同控啊 所以如果一旦谈控制 你第一步先给我判断是同控还是非同控 说清楚吗 我再说一遍啊 如果是控制 你上来先给我判断是同控还是非同控 那说他这50%股权花多少钱呢 你比如说支付价款是一个亿 直接给钱 给一个亿 好 接下来 因为你能够达到控制 那么接下来 这项长期股权投资 后续我们应该是控制成本法合算哦 他的初始投资成本是多少 来 看好了 注意 咱讲讲原理 你原来叫啥 你叫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你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我们把它统称为叫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对吧 你原来姓公 你现在姓什么 姓成 你会发现名换了 那么既然换名了我们说要重新计量 怎么个重新计量 就是把原投资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长期股权投资应该是原投资的公允 加上新增投资的公允 跟我们刚才讲的不一样 那为什么呢 因为换名了嘛 就相当于把原投资在购买日当天卖了 把这10%卖了 然后按照60%的公允价再把它买回来 所以我们默认它是先卖再买 调公允 为啥要调 因为你重新计量了 原来叫交易性精神 你现在叫长期股权投资 你原来叫其他权工具投资 现在叫长期股权投资 说清楚了吧 好 那么原投资公允这个题啊 它没给你 考试一般都给啊 它不给你 你自己算一算呗 我一个亿买50%的股权 那你说10%多少 那一个亿数以5呗 2000万 对吧 2000万 所以原投资的公允是2000 新增投资公允是一个亿 那加了一块应该是1.2个亿 看明白了吗 所以你长期股权投资 入账金额应当是1.2个亿 注意 没做完 你刚才怎么说的 你告诉我 相当于是把原投资给卖了 对不对 来 看好了 原投资的账面周尼 和它公寓是有差格的 对吧 你看看 账面是1200 公寓是2000 所以这里有800的差格 各位 你把交易性基础资产给我卖了 这800差格走啥 走投资收益啊 对不对 走投资收益 如果你原来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呢 你把它给我卖了 来 还是跟它去比啊 这里还是有800的差格 这800差格走啥了 各位 走流纯收益啊 对不对 走流纯收益啊 然后做完了吗 你既然是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给我卖了 那原来进其他综合收益的怎么办 别忘了 要把这200万 也得给我转到流纯收益当中 我就知道 一会有人问 这2000哪来的 我就知道有人问这2000哪来的 这2000哪来的 一个亿除以百分之五十 乘以百分之十 等于2000万 我是知道一块有人问 各位同学你会发现你混的原因 因为我刚才看评价有同学 哎 完了 马上混了 这你没会 跟人家后边这东西没有关系 人家很清楚 原来的投资的工具 加上新增投资工具 门清 你前面的东西欠账了 对不对 你前面东西欠账了 来吧 各位同学怎么样 是不是很清楚啊 是不是很清楚啊 换句话说 因为你要重新计量 原来是22号准则规范的 现在是2号准则了 准则也换了 所以要重新计量 这个其他中国收益 200哪来的 这是你故意的 刘老师不能上当 你别没事找事了 你们啊 你们直播的时间很宝贵的 听明白了吗 各位同学 来 我们看一下 说原投资是 公益价值伎量的金融资产 那么购买日 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 等于原投资的公益价 加上新增投资的公云 所以那一个是 原投资的公益 加上新增投资的公益 俩公益放一块 各位听好了 听好了 这俩公益放一块 算出来的这个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是它的合并成本 G是可以 这个数刚才那1.2B 我是可以以它为基础 去计算商欲的 明白了吗 我是可以以它为基础 去计算商欲的 刚才那不行 刚才那我画文箱了 来翻过来 刚才那我画个大大的文箱 这不行 而现在这是可以的 明白了吗 现在这是可以的 这可没画文箱 这是可以的 这是能顺商欲的 记住了吗 来 购买日之前 持有股权 按照金融工具 确认计量准则 进行规定处理的 如果原投资是 公益价值变动 进当期水域的金融资产 那么原投资 公益和账面的差 进投资收益 如果原来是 以公益价值计量 变动进其他 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呢 公益和账面的差 和原来公益价值变动 形成的其他 综合收益 都得进 留存收益 各位 说白了 一定要把金融资产的 快递核算搞懂 这你才能明白 你金融资产快递核算不懂 那不是这张 人家要背的锅 我长期股权投资 不给你背这个锅 OK了 来看快递分路 说原来投资是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那就借长期股权投资 原投资的公益 加上新增 投资的公益 但交易性金融资产 是他的账面余格 大银行冲款 这是你第二次负的对价 差个投资收益 这差个是什么 是你这项交易性金融资产 他账面和公益的差 就相当于是 把他给卖了 再来 如果原来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呢 一样 借长期股权投资 原投资公益 加上新增 投资公益 带其他综合收益 对不起 带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然后就差个了 这个差个 这怎么少东西呢 我的银行存款 让他给吃了 你们那上有没有 如果没有给他补上 我的银行存款 怎么让他给我吃没了 带银行存款 然后差个是流存收益 那这个流存收益 是谁的呢 记住 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账面和公允的差个 账面和公允的差个 做完了吗 各位 各位大宝贝们没错 那远近其他综合收益的 别忘了再给我转到 流存收益当中 相当于是把原来的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给他出售了 相当于是把原来的 交易性基础资产 给他出售了 这一定是排版的时候 给我排掉了 一定是给我排掉了 咱们把这个银行存款 给我补上 银行存款给我补上 好了 各位 原理讲解 我已经解释过了 在这里我不再追溯 我们接下来找个题 A公司在某8年3月 以2000万取得 B上市公司5%的股权 对B公司不具有重大影响 A公司将其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进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教材的立体写这么不严谨 是吧 这个教材的 这是官方教材的立体 写这么不严谨 各位同学 你看出来哪不严谨了吗 你看出来哪不严谨了吗 不是分类 应当是指定为 你能分呢 你能分过去啊 你能分过去啊 我告诉你 这是有历史严格的 原来呀 它不这么写 原来那5%叫什么 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这就直接照猫画过来了 其实不对啊 应该是指定 或者你说 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 进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也行 你分类 那就是一笑大方 分不到啊 注意啊 第二类股权投资是分不到 分不到的 只能指定 只能指定 继续吧 这是官方教材的立体 就这么地儿吧 明年给他提个意见 来 按公允价值计量 某九年4月1日 A公司又斥之25000万元 自C公司取得B公司另外50%的股权 假定A公司在取得B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后 B公司未宣告发放现金不利 A公司原持有B公司5%股权在某九年3月31日勾引价值为2500 它跟那个某九年4月1号是一样的 是吧 都是2500 你最初最初是2000 现在是到了2500 所以他已经把账面调到了2500 那么近其他中国收益的500 A公司和C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A公司按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A公司是通过分部购买 最终拿到对B公司控制 因A公司与C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故形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所以既然能控制 我们就得去找 同控非同控啊 你记住啊 你永远要有这种思维 各位同学 我们做长期股权投资合并的题 你上来就给我找 如果控制 马上想同控非同控 必须得判断 因为这两种方法合适完全不一样 好 非同控 那如果是非同控 我问你 你达到控制10点 这项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入账金额怎么确定 你原来叫啥 你原来叫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碍是啥是啥 反正你不叫长期股权投资 对不对 我找他找公允 你是哪天 4月1号这一天 你花了25,000 买50% 4月1号这一天 那原股权是25,000 所以那应该是25,000 加上25,000 等于27,500 对吧 那么你的长期股权投资 入账金额应该是27,500 来吧 看快递分路 借长期股权投资27,500 带其他学义工具投资25,000 有同学 这个怎么是25,000呢 请各位同学认真读每一个字 那我不是给你解释了 认真去读每一个字 然后带银行存款是25,000 因为你原来其他学义工具投资 入账的是2000 你调到25 有一个其他中国收益在带房 所以现在把原来 进其他中国收益的 转到流程收益当中 题目当中告诉你 按10%提法定盈于攻击 所以盈于攻击是50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是450 OK了吗 各位同学 OK了吗 来 听好了 我告诉你 我说呀 这个B公司在4月1号这一天 它的可辨认净资产的供应价 我是不是乐出声了呀 我是不是乐出声音了呀 是多少呢 是三个亿 请帮我算一下 我的合并商业 说在4月1号这一天 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它的供应价是三个亿 请帮我算一下商与 是吧 有同学说不会算 文香 哎呦我的妈呀 你是被文香给迷晕了吧 这个原来是供应价值计量的金资产 对不对 我跟你讲啊 我现在跟你们干什么事都要留证据 No 有没有证据 有的 哥是留的证据的 可不可以算 可以算的 各位同学 你的合并成本就是27500 对不对 而这一天他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是三个亿 你占比是55%吧 占比55% 这个数算出来的就是你的合并商业 你们算出来是一万一 我默认你们算对了啊 我默认你们算对了 我也不按集穿器去了啊 所以这是可以算的 刚才那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注意区分啊 各位同学呀 我为什么现在今年在这里就让你区分 因为我现在让你区分 你可能会有时候糊涂 但慢慢慢慢的 我总让你区分 总让你区分 我总督呢 总督呢 总唠叨 总唠叨 到最后合并 你自然而然就会了 明白了吗 各位同学 好神奇呀 我们讲完这个正好正好 是一个小时 什么叫有能力 什么叫刚刚好 各位正好一个小时 我们把瞳孔讲完了 稍事休息 我们回来给大家介绍 对不起 重说 我们把非瞳孔讲完了 这事叫得意忘经 你们平时做题就这样 得意忘形 重说 我们把非瞳孔正好一个小时讲完了 那么我们稍事休息 回来讲 同意控制下企业和并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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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送予环松 Finding 任何小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